用短短5年的时间 走完了发达国家40年的发展道路 这样的奇迹是怎么创造的呢 记者在长达一个半月的采访中发现 无论是在线路 桥梁 隧道 寒洞等工程技术 通信 信号 牵引供电系统 还是运营调度 旅客服务系统 以及高速动车组的设计 生产等 几乎所有的环节 都可以看到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 和引进消化再创新的身影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自主创新之路 可以说是中国高铁发展模式 最具核心的价值和最大的成功之处 早在中国高速铁路刚刚投入运营的时候 一个严肃的问题 就摆在中国铁路建设者面前必须回答 那就是中国是否真正拥有 高铁技术的知识产权 或者说中国高铁真的属于中国吗 建设高速铁路是从2004年开始 党中央国务院做了重大的决策 这个走了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这三种都是自主创新的这种方法 自主创新是中国高铁建设者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行动 更是中国高铁人在建设实践中 反复确认的必有之路 2009年底 吴广高铁正式开通前 时任广铁集团总调度长的陈敏 一定要请前来参观的日本同行 到驾驶室看个仔细 我对他说 我可以请你看我动作组的任何一个部位 你想拍哪儿都行 当时人们只看到陈敏脸上的笑容 却没人知道为什么他一定要这么做 因为三年前 陈敏去参观日本新干线时 希望能够得到一张驾驶室的照片 却费尽周折 这次经历让陈敏深切体会到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走自主创新的路 因为引进就像一卷残破的密码本 得到它会有帮助 但是要掌握它 却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 习仲伟 铁食物局的副总经理 他在高铁路桥施工中 同样遇到了引进技术带来的难题 外方提供了水泥配比方案 但他却水土不服 不能适应中国的施工环境 没有消化吸收再创新 引进就只能前功尽弃 应该说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做了上万次的实验 听到很多艰辛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配合比的研发 应该说是从原来德国人波哥的材料体系 和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材料体系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块水泥板不仅自主创新 都无法为中国高铁服务 更何况中国高铁是集设计施工 装备制造 列车控制 系统集成运营管理等 成套技术于一体的庞然巨物 没有创新 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由统计数字表明 到目前为止 中国高铁建设经五广高铁 就已获得专利946项 系统掌握了时速350公里动车组 车体 转向架 牵引控制 列车网络控制和制动系统等 9大核心技术和10大配套技术 打造成功了战后四点系统继承的 一个技术平台 这也是我们的核心技术之一 国际鉴定给的评语是代表了 当今国际高铁的先进技术 四个大大方面的技术创新 就是新材料 新结构 新装备 新工艺 这是集中体现了这个桥的 科技创新方面的成就 而且这个每一项成果 自主的自制产权都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现在已经申报了 气象国家专利技术 原创就是我们 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若我们为每一项专利都数纪念碑 并把它们均匀地摆设在五广沿线 那几乎每隔十秒钟 乘客就可以看到一块中国创造碑 但是中国高铁沿线没有高高的纪念碑 所有建设者都把他们的名字 写在了乘客的脚下 写在动车的底部 轨道的背面 这个是打的是我们的指检工程师 监理的指检工程师的名字 其实在我们这个电脑里边 还有电子档案 电子档案里头 代班的哪一道工序是谁 操作司机是谁 还都一模了然 这个一是为了提高责任心 二就是将我们的命运 跟这个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将我们的命运 跟高铁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每一个中国高铁的乘客 都应该记住 一个普通的建设者 曾经这样说 为什么亿万分之一的失误 都会造成车毁人亡的 庞大工程系统 而我们却可以放心乘坐 毫不担忧安全问题 这就是因为有许多人 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命运 和高铁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高速动车的研制中 由南车北车两大主力 起头并进 欣利是南车集团 诸州所变流器专业的首席专家 孙彬彬是北车集团 堂车公司年轻的女汉工 欣利在国产某行动车组 技术公关的紧要关头 曾经突然发现 自己的视力急剧下降 后经医生诊断 是电脑紫外线长期灼烧所致 医生说恢复已不可能 再发展下去 还有失明的危险 老海人就很大的脾气 要把我变血机给砸了 他说不能看了 但是我说我没有办法 我还是必须做 而孙彬彬则是在高铁建设之初 就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因为那时候的面罩 都是单手去焊接的面罩 因为铝合金必须双手去焊 他不等装备护具配齐 就抓紧生产开始前的时间 私下练起了铝合金的焊接技术 当时我们就是把这个面罩改装 就是把这个底下的那个霸嘛 给去掉 从下面围一个铁丝 拿牙咬着这个铁丝 把面罩挂在这个头上 练习焊接 一年以后 孙彬彬拿到了欧洲认证的 国际焊接教师证书 她是全球获此资格的第一位女性 而心力负责关键技术的 中国动车组 也将在今年年底生产下线 她的时速将是前所未有的 380公里 我想肯定要得必要实 肯定要做点牺牲 让我个人的牺牲 换了国家的这种技术的境目 我觉得也算是值得的 就是当时觉得自己 是这个集体的一分子嘛 不能因为自己的 一次的那个 就是说懈怠也好 或者是自己的 不努力也好 就是为这个集体我爱 像吴广这么大一个工程 在国外要需要8年到10年的工作 我们整个用的时间只有4年半 我们是把他们用在休息的时间 喝茶 喝咖啡的时间 我们都用在工作上了 还是打仗一则一则一则战场 什么个人的事都不过了 只有一心 把项目做好 不给人留下遗憾 不当罪人 如果出了问题 大家比我们的这种遗憾 还更难受 最欠疚的话 那么就是对我的家庭 就是上对不起父母 下对不起气 到部里边来接近6年了 我就见过我父母一次 父母有时他非常不理解 工作能忙到这个程度吗 都很难想象 就是忠孝难两全 但这个含义就是说 现在铁路正在大发展 记得50年前也曾有人说过 宁可少活20年 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后来大家把说这话的人 称作铁人 今天这一群建设者 也在为祖国的发展而拼命 瞧的是 他们的名字里 也有铁人两个字 他们叫中国高铁人 我们有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有铁路网完整 和集中统一指挥的管理体制优势 有一支高素质 匹别能战斗的铁路制度队伍 人民群众的支持 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 中国高铁的跨越 贯穿着科学发展观这条红线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 自主创新之路 最后让我们重新回到 开篇的问题 中国是否真正拥有 高铁技术的知识产权 这一点上绝对放心 我们现在和美国人谈也好 和巴西人谈和沙特人谈 我们走出去 没有任何障碍 因为知识产权是我们自己的 在这一点上 是可以坚定地 毫不含糊地来回答这个问题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国高铁企业 在国际市场上 展开了一系列的角逐 在沙特 在美国的高铁项目中 处处可见 南车 中铁剑 北京铁路局 北车等中国企业投标的身影 中国生产的机车 动车以及零部件 已经出口到了 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南车 北车 去年在海外赢得了 23亿美元的合同 高铁企业还计划向 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出口高铁技术 及相关的设备 中国高铁 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一个